海带排骨汤是一道简单又美味的准夹厂糖 海带富含点火钙 排骨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质 两者搭配起来不仅营养均衡 还能自热肌肤增强体抗力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做出一锅鲜香浓郁的海带排骨汤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新鲜的海带和排骨 海带最好选择干净无沙的那种 海带用水浸泡后先蒸半个小时左右 这样可以去除海带中的草酸盐 防止影响钙的吸收 然后再用清水彻底泡发 排骨则要选择肉多骨少的前排 排骨洗净切成4厘米左右的段 用开水搓一下水去除血水和杂质 接下来锅中放入排骨 加入适量的清水把火烧开10分钟左右 让排骨充分入味 同时也可以提取出排骨中的胶原蛋白 让汤汁更加浓潮 倒入海带 继续再煮4分钟左右 让海带吸取汤汁中的精华 最后加适量的食盐调味即可 一锅香腾腾的海带排骨汤就做好了 海带软弄透亮 排骨肉嫩多汁 汤汁精黄浓郁 接下来锅香腾的海带 花腾预裟 检浓郁 排骨盘 通知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